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神环球直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十一过后 实体店在线倒闭潮 中国青年贷款潮股 当局割韭菜反受伤 113年双十国庆大典直击 海内外人潮有 祝愿民主台湾 新世界影视收获Norningwood 国际电影节七项大奖 首先来关注中国的消息 中国以往生意火爆的十一黄金粥 今年史无前例的冷清 各行各业惨不忍睹 十一长假结束后 实体店业绩更是断崖式下降 很多店铺已经熬不住 在线一波倒闭潮 厦门市民李先生透露 厦门在外资大量撤离下 昔日繁华不再 房价腰斩都没人要 他到厦门工作二十多年 跟各行各业的老乡都有往来 以往生意火爆的十一黄金粥 今年是史无前例的冷清 例如大家都不去理发店了 路边理发便宜多了 实体店很多都倒了 有的是整条街一片片的管 店面房租很高都开不起 都没生意 前些年我们老乡 每个都聚好几次吃喝 现在半年都不聚一次 餐饮跟网店冲击没多大关于 主要是大家手里没钱了 降低消费了 工资也降了 但是物价又上涨了 东莞便利店老板王先生表示 中国经济下行 百姓没钱消费 导致大量店铺关门 有的店面一年换好几个老板都开不起来 回老家种地也不挣钱 街上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曾经生意火爆的药店和小诊所 也出现倒闭潮 化名王健的广州医生表示 他退休后到小诊所上班 2022年底防疫放开后 病人多到看不完 今年很冷清 诊所店租每个月一万二都不够本 化名刘勇的三亚教培业者披露 在中国生意难做 主要原因是官员贪腐严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雄斌博尼采访报道 近日中国股市异常 暴涨两天后又暴跌 许多年轻人贷款炒股被套牢 多家银行发布紧急风险提示 股民嘲讽 中共想割韭菜 结果割的都是自己的钱 10月9号 中国股市经历短暂的上涨后开始暴跌 5000只个股下跌 预3000只个股跌超9% 854家公司股票跌停 股市一片哀嚎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显示 不少年轻人贷款投资股市 没想到一天就被套牢 中国多家银行发布紧急风险提示 严禁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大陆企业家王先生表示 这些年轻人借银行的钱炒股 结果让中共傻言 这不是有人讲的吗 我把所有的信用卡 这个网贷 我全部都用上了 我就赌这一次 反正赌不上也是你们的钱 你别只忘我发了 那好像是 大家都跟财主借了一笔钱 然后财主推动了一波行情 然后大家就拿着 跟财主借这笔钱 都充了进去 都投了 这个财主就傻眼了 他本来是想要把你们 不是割韭菜 是想要把你年轻这个韭菜坑要拔出来 结果没想到大家跟他这些 把这些财主全部投入进去了 有网友发帖文说 90后00后很多是贷款炒股 赚钱了就连本带息的还你 亏钱了那贷款就不还了 敢割我们 我们就敢不还 看谁是韭菜 近日广东合园农商银行 福建明西农信联社 福建松西农信联社等多家银行 相继发布提示 提醒客户不得将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10月8号 中共央行也发布消息 要求商业银行严禁信贷资金进入股市 对于中国这波股市前景 大陆企业家王先生并不看好 我估计这一波行情可能还断并 一向前面15年的一波行情 16年就暴跌了 一直跌到现在 中间主力的那个就市 包括养老金 在股市里面全部被掏了 掏了这么多年 然后他借钱拼命了 我也注意看了一些相关的数据 包括国外的这些基金 就是投资基金了 全部都是流出 近流出 大概这一项好像就流出了几百个亿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颖、李丽、中元采访报道 来自台湾的消息 今天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双十国庆节 国庆大会登场亮点满满 包括雷虎冲场 以及巴黎奥运等台湾选手荣耀英雄游行 另外国歌领唱者 更是曾经参加古宁头战役的国君 而来自多国的台湾侨胞 回台同庆 面对中共军演恫吓 侨胞对台湾团结有信心 七架雷虎喷射彩烟冲场 巨服中华民国国旗飞越总统府上空 庆贺双十国庆日 国庆大会现场邀请了各国贵宾 以及台湾的侨胞管理 在台湾持续提升国际能见度之际 长期在外国的侨胞也深有感受 祝福生日 ROC台湾 台湾在不管是在北美 台湾 他们都知道 他们第一个就觉得 台湾的就是怎么讲 人情味啊 还有科技方面 就是是一个经济不错的国家 今年国庆大会国歌是由三位在1949年参与过古宁头战役的中华民国国军代表领唱 这场75年前的战役 国军立抗共军成功保卫金门 而台湾的英雄还有他们 巴黎奥运 巴黎帕运选手 桃圆归山国小哨棒队 U17男女子排球队等 共同进行荣耀英雄游行 台湾举国欢腾之际 先前却传出中共可能在双十国庆后发动对台军演 对此侨胞认为台湾非常团结 更有国际盟友支持 紧张我就不会回来了嘛 对不对 就是因为不怕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台湾的人都很团结 不管是高科技也好 然后还有就是各个领域 他们都很需要我们台湾的高科技的support 现在日本也非常的挺台 今年估计有五千名的侨胞回到台湾来参加国庆活动 这个人数是近八年来最多 而在国庆大会的现场 就可以看到包括来自美国 日本加拿大的侨胞在这里齐聚一堂 他们头戴这次的国庆小乌帽 手拿着小国旗 在中华民国113岁之际 祈愿台湾越来越好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曾新敏 台湾 台北报道 双十国庆前夕 中共派军机军舰绕台 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 截至10月10号上午6点24小时内 征获共机27架次 共舰9艘次 以及公务船5艘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15架共机逾越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 进入台湾北中及西南空域 结合共舰执行联合备战警询 国军运用联合情监真手段 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安置飞弹系统 适切应除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兹银 名誉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 鸿海富士康中国郑州厂 传出有四名台籍干部被当地公安 指控非公收费后带走 其中两人还因为查不到收费金流证据 遭公安指控随意挪用资金 对此鸿海强调 四名台干并没有收费事实 对此鸿海强调 四名台干并没有收费事实 公司也没有任何损失 更没有向中共公安报案 对此陆委会回应 这一起案件情节相当怪异 不排除是少数公安 腐败滥权 已经严重伤害企业的信心 呼吁对案有关单位 尽速调查处置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陈韵如 名誉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简讯 日本民间火箭二号机 将在12月14号发射 中国A股一天内 近40家公司的大股东减吃 有人套现1.5亿人民币 以色列总理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谈如何回应伊朗袭击 德国媒体深挖中共秘密网路 去查访隐藏代理员 周三 原安徽省政法委政治部主任 一级巡视员朱学亮 应涉嫌受贿被起诉 据明慧网报道 朱学亮曾积极追随中共 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负有领导责任 通报称朱学亮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 消费卡 宴请和旅游安排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利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据公开简历 朱学亮一直在安徽省任职 曾任萧县县委副书记 组织部长 荡山县委副书记 书记 县长 淮南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 安徽省委政法委 政治部主任 一级巡视员 另据明慧网报道 朱学亮在荡山县任职期间 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颜辉 71岁的莫爱莲等 被绑架追捕负有责任 2022年 朱学亮在安徽省政法委任职期间 610办公室以所谓清零 验收为名 到府阳市各县市 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 同年在20大背景下 对全省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王艳乔综合报道 国有器官遭恐吓性 观众爆满亭 据中共恶行 欢迎回来 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 在台湾多地方影 传出主办方与部分戏院 及警政署等 陆续接获境外IP的 冒名死亡恐吓性 10月9号 在高雄放映的场次 观众已经爆满 甚至到现场候补支持放映 高雄市长陈琴迈说 已指示警政单位 对于恐吓之事 会加强查查 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安全 国有器官10月份在台湾北中南东多地方影 传出主办单位与不同县市的戏院 接获多拨境外恐吓邮电 但消息曝光后 并没有影响观众入场的人数 反而更多民众到场观看 我相信除了这个活摘器官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 包括集中营的建立 还有新疆西藏等等地方的破坏 还有香港 这些的罪行是无法服事的 虽然说受到这个恐吓 但是我来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是爆满的 而且还有人在外面候补 现场候补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是 中国没有办法用恐吓或打压的方式 要台湾人民或者这个世界上 所有民主国家的人对于真相 不去揭露或者是噤声 主办方表示 国有器官片中内容 涉及到中共迫害法轮功 活摘器官等中共禁忌议题 让台湾观众更能了解 许多在中国发生的事 这些恐吓的电子邮件 来源是在境外 恐涉及国安问题 希望政府司法单位能重视 保障人民安全 戏院被威胁就证明说 中国那边急了 他们非常的害怕说 这样的讯息被更多人知道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是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必须要介入 用国家的力量去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 受到中国的迫害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播放的话 那未来是不是任何有关于台湾本土的 或者各种民主议题的电影 他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让我们不能播了呢 那我不认为台湾是可以应该要这样 被中国做操控的 所以政府应该要更有具体 或者是说更善意的回应 未来能够协助捍卫我们的民主自由 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高雄是一个注重人权保障的一个城市 任何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恐吓 那我们都会请治安机关强力的来查查 对于恐吓信件 主办方判警方尽速破案 让隐成业者能有安全的经营环境 保障民众能有自由观影 不受威胁的权利 另外也呼吁台湾观众将明白的真相传播 就是制止中共恶行最好的方式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冲颖 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美国十多个州起诉TikTok 指控其严重伤害儿童 美国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周二起诉TikTok 指控它利用让人上瘾的算法 伤害大量青少年和儿童 如果指控罪名成立 TikTok将面临超过20亿美元的罚款 周二 纽约州 加州 华盛顿州等 美国13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 对TikTok提起诉讼 指控TikTok故意使用令孩子上瘾的算法 吸引儿童长时间频繁观看推送的视频 纽约州总检察长张乐霞在起诉书中写道 TikTok没能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这个应用程式 而且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 违法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詹乐霞指出 有TikTok内部文件表示 13岁以下的用户被认定是关键人群 TikTok在2022年 从美国13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 获得了20亿美元的广告收入 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TikTok有意针对儿童 趁他们还没有鉴别能力时 故意设置令人上瘾的内容 以赚取利益 诉讼要求对TikTok进行经济处罚 要求TikTok改变有害功能 免于让青少年进行危害模仿 接触色情内容等 此前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废除TikTok的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与它进行切割 否则将在全美范围内全面封进TikTok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 于良 池晓综合报道 美国奢安金受益人 很快就会知道 2025年的年度生活费用调整幅度 因为通货膨胀有所缓和 预计7000多万人的福利金增幅 会比前几年小 每年美国奢安金会调整一次 帮助美国人的福利跟上通胀的增长 周四 美国社会安全局将公布 2025年的奢安金生活费用调整 根据独立社会安全与医疗保险分析师 约翰逊上个月的预测 在通货膨胀降温的情况下 生活费用调整的增幅仅为2.5% 美国退休者协会估计 2.5%的增幅意味着从明年1月起 退休人员平均每月领的奢安金 会从1920美元增加至1968美元 国党派的长者公民联盟数据显示 过去20年间增幅平均为2.6% 因此 许多年长者认为 2025年的2.5%的涨幅 并不足以跟上物价 事实上 为了应对高通胀 近两年的涨幅是40年来最高 分别为8.7%和5.9% 如果预测属实 明年奢安金的调整 可能是2021年以来的新低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总和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联准会议发布会议纪要后 美元周三小幅走高 这份会议纪要显示 绝大多数的联准会官员 支持大幅降息两码 而在9月通膨数据和财报季到来之前 周三华尔街股市摆脱地缘政治担忧 道琼和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收盘新高 道琼上涨431点 波音与最大工会之间的谈判 第三度获取 波音撤回提供给约3万3千名 美国劳工的薪资提议 标普全球公司提出 罢工每个月造成的损失 仍超过10亿美元 并把波音信评列入副相观察名单 之后可能打入垃圾集 美国司法部表示 考虑建议联邦法官 强制Google分拆出售部分厌误 例如Chrome浏览器和Android操作系统 以减轻这家科技巨头 在线上搜寻市场独大所造成的影响 美国反垄断当局已经长达40年来 没有强制企业分家 如果付诸实施 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反垄断分拆大案 印度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之一 Latin Tata故事享受86岁 他曾领导Tata集团20多年 而Tata集团是印度最大的公司之一 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 新唐人雅特电视整理报道 新世界影视收获Noniwood 国际电影节七项大奖 新世界影视的影片 新演员梦和记忆 近日在加拿大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 获得了七个奖项 一起去看一下 这里是加拿大Brampton市 Noniwood的国际电影节的现场 新世界影视是今晚的大赢家之一 有两部影片都获得了电影节的奖项 上周末新世界影视受邀参加了 Noniwood的国际电影节 影片记忆和新演员梦 共收获了七大奖项 加拿大Brampton市长 祝贺新世界影视取得的成绩 现场很多观众观看了这两部影片 深受感动 并表示新世界影视的影片 激励人心 Noniwood的国际电影节的主办方感谢新世界影视 并期待他们做出更多更好的电影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梅林 加拿大Brampton市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4年10月10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3698万7836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41,127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